我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停掉了一整季 就是完全沒有出國待在台灣 然後因為台灣也沒有 大道滑冰場這個訓練環境 我就只能回歸我的本業 N-line滑輪流冰 利用滑輪流冰下去模擬 那個冰刀的訓練 然後多做地板動作 就是只能這樣子 我覺得好險後來是因為有疫苗出來了 所以我們當下就決定 這一季一定要馬上回來美國訓練 所以我們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打了疫苗 開始訓練 接下來其實都還蠻順利的 就是中間停頓了一年 我也沒有想太多 我就是一直安慰自己說 沒關係 還有兩年 還有兩年 你慢慢來就好了 慢慢準備 不用著急 就是因為我不想要讓自己期待太高 然後結果最後落得沒有進入冬奧的下場 所以其實我在比賽之前 我是一直告訴自己說 反正你就進自己最大的力 有進沒進 你事前的準備都做好了 沒進的話那你也只能接受 那有進的話就代表 接下來更辛苦的日子要來了 其實第二次又進 我是覺得 我不知道我心情稍微蠻平靜的 但本總體來講還是非常非常開心的 奧運欸誰不開心啊 人家說二十出頭 你多這四歲你可能是長經驗 可是進入到三十之後 我只能很誠實地講一句話 就是我恢復的時間要花 比平常還要多好多 所以其實就是因為年齡的關係 我覺得整個訓練量跟整體的感受 我覺得跟四年前真的差好多 就是這一次的這四年 我真的覺得好好累好崩潰 可是我覺得有一個比較好的心態 就是因為畢竟自己知道自己年齡也 就是三十多歲 然後所以其實我覺得 對我來講我覺得就是 享受每一刻留花冰的當下 然後成績什麼的話 基本上就是 順其自然 享受花冰 我唯一最大的壓力就是 我很怕我再摔倒 雖然這是沒有辦法自己控制的事情 但是我這一次最大最大的目標 就是不要再摔倒了 我覺得兩屆都會 對我來講 在我的生命裡都是一個最特別的事情吧 畢竟奧運是運動員的最高殿堂 其實能夠連續參加兩屆 我自己也是覺得蠻不可思議的 然後也很開心 其實我覺得能夠參加奧運 對我來講就是最大的肯定了 畢竟辛苦了這麼久 然後其實我18年結束的時候 我本來就想退了 後來又想說不然再給自己一次機會 其實每一次在很辛苦的訓練的過程當中 我每一次都想要放棄掉 只是就覺得都走到這裡了 為什麼不再堅持一下 所以也就是因為這樣子一直 堅持到了又到了北京東奧 所以我覺得金奧運對我來講 就是最大最大最大的肯定了 我本來就想說不定 我本來就想說不定 我本來就想說不定